The Heart of Ice It makes me smile Even everything you got for a while The Heart of Ice It makes me wild It makes me feel okay 我們到艾比斯的大街小巷 都可以讓大家不斷的驚奇 那那一種的驚奇呢? 因為這些地方 就可以遇到各國的美食 都正在這裡面 就像Boppina Boppina就是像歐洲人 最喜歡跟朋友聊天 放鬆大吃大喝 然後是過了一個 非常開心的時候 好 一起走吧 Let's go 有別於近年掀起熱潮的 Bistro餐酒館 這間餐廳以拉丁文 Poppina為主題 表現歐洲庶民式的餐食風格 兩位主廚雖然年輕 卻已在世界各地休業歷練 而他們對於店內提供的料理 有這一番極為明確的期許和使命 我們這邊的訴求是 基本上能夠自己做的 就是全部自己做 因為第一個 現在很注重食安問題 另外自己做的 比較能有自己掌握的特色 就是只有我這裡吃得到這樣的味道 別的地方不見得有 可以幫我們去燒低島菜嗎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季節的沙拉 那我們的沙拉不定期的 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那這無花果的話 其實現在我們台灣 自己就有在點種植這個水果 那我們另外用核桃來 給它增加它的爽脆度 然後白色的一點一點 這個是義大利的 Mozzarela的起司 水果 肉 起司 核桃 生菜 所以優質的油品 綜合眾多食材吃進嘴巴裡 就彷彿吃進一整個純激的清爽 其實這個菜 其實它是一個老口口的菜 因為以前很多菜 其實像牛肉裡面 或者是小牛肉裡面 都會塞一些像是什麼松霧 鴨肝 其實是一個很老法式的一個老菜 現在的餐廳可能比較少做這樣的菜 哇 你切得跟起來它還蠻軟的 對 因為小牛肉其實就是要吃它的軟嫩度 所以在烹調它的時候 其實要特別的溫柔 所以裡面還有防東西吧 對 這裡面就是我剛剛說的 裡面有塞有鴨肝 然後上面的蔬菜 其實就是我們的季節蔬菜 像這個你認得出來是什麼菜嗎 它不出來 它是一個油菜花 下面有一朵一朵的 有看到有看到 你不覺得它很春甜嗎 那玉米筍也是這個季節很不錯的蔬菜 而且我們特別是連皮一起去烤 所以它其實切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還很多汁 吃得慣嗎 因為小牛肉它並不像牛肉 有這麼濃郁的風味 那鴨肝剛好可以跟它做一個很結合 你吃得到肉本身的軟嫩 然後又有松露的風味 跟鴨肝的油脂 我看到裡面有一個果汁 可以打開看看嗎 可以啊 可以嗎 哇 天啊 鹽群小鋼羊它在歐洲很多地方 也許是鄉下的地方 很常做這樣的菜 是因為在香料 像是Pro Wands 它是一個香料很出名的一個地方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做這樣的呈現呢 原因是因為 肉本身又是越大塊一起去做烹調 它才能鎖得住肉汁 你聞得出這裡面有什麼樣的一個香氣嗎 目前聞不出來 看來舞陽不是個好鼻師 沒有關係 讓老闆來解答 原來這其中包含了核桃木 百里香 迷迭香等重點香料 難怪剛才一掀起鍋蓋就香氣四串 你可以試試看配醬汁 這個是用骨頭跟肉去熬製了36個小時的一個醬汁 多少小時 36個小時 36個小時 它就是用牛肉跟小牛肉跟骨頭 然後我們會增加一點像是豬皮增加的膠質 所以這個濃稠度是它天然的膠質 這個就是剛剛出現過的一個馬鈴薯Mesh 就是要這樣子吃 這樣吃的話會顯得它更濃郁 做香草式的煙燻是因為台灣人 有一部分的人他不喜歡羊燒味 那我覺得利用煙燻的這個方式 除了可以增加風味以外 另外也可以去去掉這一些 對摩歇人來說他不喜歡的這個味道 從培根沙拉 小牛飛利到煙燻高羊排 你發現了嗎 這裡的每一道菜色幾乎都有店家自製的食材 或配料喔